第五十五屆金馬獎即將登場 十六日晚間舉行入圍酒會 入圍者包括去年影后惠英宏 邱澤 謝銀鑫 劉若英 段英宏等大咖 都盛裝出席 品牌大師胡哥也帥氣健身 但全場焦點當然是這對夫妻咯 松莉 鄧超 只會雙料入圍 超哥開口屁口 更像News一片單身狗啦 最開心的是我太太也入圍 不像自己來的時候 自己來的時候總是有種孤獨感 然後也沒有拿到金馬獎更孤獨了 不過煩惱是娘娘思立 好想把超哥兩一邊囉 我這次不但參與了 還做了張導的電影的女主角 所以已經是很圓滿了 所以我已經不再期待 就是之外還有獎項怎樣 我覺得已經對我來講已經圓滿了 超哥圓滿跟我沒有任何關係 我今天要幫你問 我一直在片上點頭 對 我今天要幫你問 超哥跟我沒有任何關係 同樣也很逗的 還有這對兄妹 給你深呼一口氣好不好 因為我覺得你真的非常緊張 還有沒有好多一點 好多喔 是 那我們來聊聊你妹妹這次 也入圍的心情好不好 對對對 我剛剛在車上還跟她說 她剛來完了 是 她剛結束了 她也說跟你約好去吃台灣的小吃啊 那你們有 對 你們有約好了 晚一點要去哪裡 去寧夏 寧夏 喔 寧夏公布你的行程啦 寧夏也是 紫鳳真的是太可愛啦 現在在娛樂台灣報導